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看一下能量图 从能量图就直接看得非常清楚 昨天为什么跟我讲说今天会反弹呢 因为有没有看到 昨天虽然杀这么深 但是杀下来到这里 其实在10点钟 昨天的10点钟左右 看到没有 五党章已经翻正了 然后五党章翻正之后 他的正值是震荡一路扩大 一路扩大 有没有 所以最后虽然杀到最低点坐收 但是五党章的正值是来到当天的最高 好 所以告诉各位说 表示杀到这个地方 内五党的买盘开始积极 那内五党就是马上就要成交这个内五党嘛 所以表示说在这个位置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弹出现 就在昨天的这个收盘点附近 那果然今天是直接开高反弹哦 然后呢 今天早上开高反弹 这个因为开盘是涨三几点 后来为什么还可以再往上拉 因为一开盘出来你会看到啊 今天空方能量比昨天大幅下降嘛 有没有 很明显啊 然后多方能量则比昨天 昨天虚线 今天实现比昨天上升 所以在一开盘的时候 为什么开高还可以快速在这里往上拉高 就是因为今天的能量相对昨天比较来说 空方能量下降 多方能量上升 但是为什么就在这里拉高之后就没有了 接下来 虽然最后还有稍微拉上一些 也没有过早上高点啊 高点就在早上就已经见到了 好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 昨天是因为五党章翻正 所造就的今天的反弹 今天五党章怎么样 没有了耶 今天五党章变成绿油油一片了耶 而且一直到收盘都没有翻正哦 从头到尾 最后这个不算了 这个是 这个到盘后已经是不算了 那么我们到这里为止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五党章全部都是复制 换句话说 今天也不过反弹个三四十点四五十点 五党卖张就大国买张了耶 表示 哇 这一群人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也不过反弹几十点就忙不迭的赶快要卖出 所以台股股真的是没有什么反弹的空间 这是第一点 而且同时你可以看到 不只是五党章翻覆 还出现五党章的头背离 就是五党章早上的时候 他的负质是很快速扩大的 形成一个头背离 这就是为什么早上拉高会快速下杀 那么有头背离在这边 那如果从能量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叫什么 空方喇叭嘴 是不是像一个喇叭 也就是说 虽然比对比昨天来的好 可是就今天当天开盘之后的走法 却是空方能量上升 多方能量走平 所以先形成一个喇叭嘴 所以杀下来 好 那索性一样 杀下来有低档承接买盘 所以一杀下来又开始很像震荡 跟左也很像 只是今天是在红盘的杀下来震荡 昨天是黑盘的杀下来震荡 但是重点在 今天虽然最后收红 而且这个尾盘还有稍微做往上拉的动作 那你们看到今天收盘 除了五党章 最重要的是军章还是没有翻证 表示说今天只是一个什么 短线反弹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反弹 站在主力大户空盘者大咖的 他的眼光里面 他仍然站在卖方 对不对 军章仍然是负值 你说大咖的仍然站在卖方 他没有认为 那么前天这个低点就OK了 今天这个反弹就是 因为今天还是听到很多人说 这只是洗盘 你看昨天洗完了 今天就上涨了 我想说那下礼拜如果又下跌 要怎么讲呢 好 基本上 我还是要更为强调 麻烦导播打一下日线图 还是要更为强调 这一波从那么7800多点附近 出现了波段买讯 好 日线图 那么从那一波上来 可以看到整个涨了21天的时间 涨了21天之后 在昨天这根黑K棒 你用肉眼就不必用尺量 你肉眼就可以看到 昨天那根黑K棒 比过去这21天 任何一根红K棒 都要来得大 很清楚嘛 唯一的好处是 它没有爆量 如果昨天爆量 长黑就糟了 没有爆量 表示还有那么一线希望 那一线希望在哪里呢 就是我说了嘛 如果在下礼拜一之前 立法院可以和解一下 让这个议事正常进行 让官员上台报告 那么外资应该就是调节之后 不排除也有又再买进的机会 不至于开始连续卖出 那也许正常而言 回测到景线附近 回测到这个顶多 季线附近的8100上下 甚至强势的话 8142 8150就OK了 那回测到这边 当然一定不会是 今天或昨天的低点 一定还有低点了 无论如何还有低点 那那个低点就非常有限 因为今天在8200出头 就算回到8100 下档也只剩100点 或100多点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OK 这个空间不大 那下礼拜拉回 可以进行找买点 但是我在昨天前天 已经一直跟我预告 就说就我所知道的 其实我以前在待待外资 蛮久的时间 就外资的习性 我也知道他们是如此 他们对待所谓的 非经济因所谓的政治事件 他们就是看 它影响的时间有多长 会不会影响到实质经济 还是那只是政治吵吵闹闹 如果会影响到实质经济 尤其时间拖长 那它的杀伤力是乘数消应 我想之前我跟各位说过 所以如果到下礼拜一 还是继续这样子 那么不排除礼拜二 说不定礼拜一盘中 外资就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卖超 那么因为昨天已经小卖超 那今天因为是摩台结算 那么因为现在输得还没出来 不排除外资 今天也许有 有在小买超去撑一下盘 但是下礼拜二之后才是关键 你就看了下礼拜一 然后下礼拜二之后 才是外资 到底会不会把这一段买的 又开始一路倒出来的一个关键 那么所以不管如何 我还是强调那件事情 就是只要是你无法确定的 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 所有这种风险都应该避开 就是我刚才讲了 也许很好啊 就解决了 然后8100甚至8150点 就是支撑了 那你也等到看到的时候 你再进不迟啦 不会差那个几十点 不会差那一两天 对不对 那万一没有呢 万一没有下礼拜 万一外资出现了一天 80亿100亿的卖超呢 那又会如何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 掌握的事情 既然它是一个问号 所有的问号不确定因素 在市场上的不确定风险 我们都是能避就避 尽可能避开 所以当然还是这样建议各位 那昨天就有讲嘛 今天会反弹 但今天反弹 仍然建议各位逢高站在卖方 那我的目前的看法 也还是如此 如果今天晚上美股有上涨 那么下礼拜一早上 如果还有开高 或早上还有高盘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还是建议 不要认为说 就这样昨天一天洗盘结束 不会的 从单根K线 从能量 从各种角度 它都不可能只有昨天一天 所以反弹之后 必然还会向下 所以说现在政治因素 真的影响还蛮大的 看到下礼拜 可能会比较偏震荡 向下的一个格局 但柯总 现在投资应该会有点紧张 如果手上还一大堆筹码的 怎么办呢 我可能又舍不得卖 在第四季的话 我整体来说 布局需要做个调整 要怎么来规划 其实我告诉各位 如果各位 来这个当初 在这礼拜一嘛 对不对 我送给各位这一份 这个台股关键报告 就我们电脑上这一份 我想各位 应该很多人都有拿到了 我上面所写的资料 其实已经横跨到农历年前了 所以你上面看一看 在大方向上应该蛮清楚的 那至于细节 那么 因为我本来想说 还可以帮各位追踪 昨天一想 我们的节目只到下礼拜一 所以 我跟各位在空中见面 就是到下礼拜一 所以后来想想 这样子吧 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那么久了 总是要跟各位告别一下 所以 刚才一华说的 我们就打算做一个这个 在10月6号 我们会办一场这个讲座 哇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办演讲 真的好多年 因为演讲真的还蛮累的 我已经有点懒得办演讲 那这次为了我们观众朋友 因为这次告别媒体 会告别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会做另外的生涯规划 所以既然是如此 所以各位也不要打电话来说 什么有没有收会员 我们没有收会员 我不收会员 那我会走不一样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生涯规划 那当然还是会跟 全球的金融理财 包括台股有关 但是不会只限于台股 所以我想在这一场的讲座当中 一样是免费的 放心 这个你打电话来都不用问说 什么要不要收费 要不要收回 我们都没有任何 这些收费的东西 送资料也是免费的 你来听讲座 一样是免费的 那就当作说在这个最后 告别之前跟各位聊聊天 我们可以当面敬个面 那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法 当场也都可以提出来 那我想这场讲座 最主要其实 不只是第四季 这场讲座 我目前的资料 已经准备差不多快一半了 那我准备的资料 其实一直横跨到明年 就是因为 接下来也不会在媒体上 那干脆一次把我整个的想法 跟各位做报告 因为明年 是台湾非常关键 而重要的一年 除了说可能年底有选举 等等那些 其实我不太在意选举 我要讲的是 明年从不管从我们说 时间波浪角度来看 大的时间波浪的角度来看 或者说国内的政经发展 或甚至两岸关系 或甚至说台湾的经济 现在不是有外思估到 明年GDP成长 甚至有到5%吗 其实5%我是有点怀疑 但是明年到底会怎么样 明年对台湾是很关键的一年 所以我这一场演讲当中 除了谈今年第四季 那当然也会送给各位一些礼物 让各位在今年第四季 一定可以赚到一些钱 有些非常有把握的方向 跟这个标底可以提供给各位 那供各位参考 那另外更重要的就是 明年我大概给各位一个view 就是给各位一个大概的想法 那当然因为时间这么长 我们只能说给各位一个大概的想法 那各位还是自己要去 随时再去做一些追踪 那至少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演讲 那个难得这一次做一个告别演说 跟各位聊一聊 好 聊一聊 未来你在这个自己的理财之道上 理财致富的这个路上 应该怎么走 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的赢家 好 不过柯总 这讲完的演讲非常重要 连明年大概的趋势都会帮我们抓出来 但现在大家很好奇的是说 我们一直在讲的嘛 要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这上课只上到了前半场 那么下半场的 还有一些精彩的东西 对 我们赶快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 可是因为还有很多页 还有很多内容 我看看不知道 可不可以在今天到礼拜一 所以礼拜一 我想也就不用花更 就是礼拜一应该花更少的时间解盘 我们尽快把它讲完 好 那每一场课程开始 一定要让各位看一下这个金元宝 因为你一定要 我说过嘛 你看啊 我一直说 支付密法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好 所以 为什么每次给各位看一个金元宝 就是你要有一个很清楚 而且让你充满了热情的梦在这边 好 你愿意去追梦 那么你才有这样的动力去 有纪律的 有决心的去执行 好 那这些我们讲过就很快的跳过去 宇宙支付密法赚钱的方式 那赢家跟输家 那么这些都跟各位说过了 包括跟各位讲的这些 所谓这个 就是股市唯一不变的 就是瞬息万变 然后跟各位谈到纪律 好 这些当作很快的复习过 我们来谈 接下来再谈的东西 昨天跟各位谈到这个 支付金字塔 好 那么支付金字塔当中 其中很重要就说 你要先有开始这个可以理财的钱 所以那先赚钱 对不对 赚钱拿到存下来 存不下来就没有用 你才能 你有这个钱才能进入到理财的世界 你开始理财之后 你不要忘了 你还要祝你的健康 因为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一些 就是我们刚才给各位看的那一些 所有的这个 福利的魔术等等 它都需要时间 那这些时间 要靠你有足够的健康 有足够的时间去累积你的财富 所以健康很重要 好 我们把这个理财拉出来 又有一个理财金字塔 什么叫做理财金字塔 就说理财就是你赚到的钱 你这个钱可以用在哪里 钱可以用在哪里 投资 这是一定的 所以用投资 我们希望能有长期稳定的获利 来达到亿万富翁之路 但是你的钱也会用来消费 你非要消费不可 你活在人世间你一定有需要 基本的生活各种开支 那也有一些需要让自己快乐的开支 都有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最可怕的 要努力避开的叫做意外 各位知道吗 钱最大的去路 就是钱最长 最大的花费 常常是在意外 有时候一个意外出来 花费的钱是你难以想象的 所以有没有办法去避开这些意外 有什么方法避开这些意外 是在理财当中很重要的一项 那待会我们再来谈 好 这个上半场稍微客总 卖个关子对不对 下半场我们有更清晰的一个愿景 要带你来掌握 先休息一下咯 稍后再回到能量新思维 injured 人生 宇宙 官方也是过五官纸六将 你甘知道 为什么由与尾铁到这生 要过多少官 你看 丸铁减着是来不到的 人生 动作 传当 此事 都使用科學儀器一項一項鹹鹹 不合格的彈雕 更用先進的儀器來作作 溫度、時間跟比雷都用電腦來控制 還有專業藥師製品館 這一檔同歸世界高標準的PICS證證 比十家登陸更低 哪裡強? 強多少? 強看最新降價物快上好房網 上好房找好房 來 趕快皮啦 你喜歡我啦 我不甘的啦 你血愛通了啦 重油重鹹 你血愛通啊 古來吃病毒運動 你血愛通了啦 清血油 通血肉 順血啊 叫血愛通 紅雞 悔愛通 Dr.Stone 和Matthew Kowalski are the sole survivors of the SDS-157 沒有聲音 沒有氧氣 沒有聲錄 Dr.Stone do you copy 山竹布拉克 喬治克隆尼 金獎塔斯 10月4日 地心引力 忙碌 壓力 容易變命 浮現 新錶悲鳴 韓活現乳三菌 到牆內還是活菌 有效緩解 便秘 復屑 新錶悲鳴 新錶悲鳴 S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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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古道梅子綠茶 火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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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彩節為課 古道梅子綠茶 Sumbia 還有鮮釉綠茶 荔枝烏龍綠茶 一樣好喝喔 感冒用濕濕 用濕濕 咳嗽用濕濕 用濕濕 用濕濕 比賽比眼 用濕濕 有感冒前早 提早用濕濕 用濕濕 被傷心病 無殘被固存 濕濕感冒膠囊 歡迎回到能量新思維 上班長 我們看到一個金字塔囉 接下來呢 該怎麼辦呢 柯總 接下來還有什麼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說的理財金字塔 對 那麼除了投資消費 還有就是意外 所以意外是你最難去掌握的事情 不然就不叫意外了嗎 能掌握還叫意外嗎 所以呢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又不能掌握 那意外又往往會吃掉我們很多的財富 那你該怎麼辦 好所以後世才會發明保險嘛 所以保險是一個方式可以讓你去做一些這個處理 那在金融市場呢 假設你在投資股票 也可能突然有意外 你本來股票漲得好好的 走得好好的 突然發生一個911事件 911不是意外嗎 是啊 你哪裡想到 會有撞到雙子星大樓 我告訴各位 那時候我在所在的那家外資 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總部 就在南洞的86樓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在那家外資 它是美國上市公司 它管理非常龐大的資產 所以我們規定所有協理級上 就包括副總總經理總裁等等 這些執行長這些等級的 任何兩個人都不可以坐同一架飛機 或同一班車 避免兩個以上人同時喪生 好 但是不會想到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被同一架飛機撞到 同時六個人喪生 所以這我說世界就是無 沒有辦法都無解 就是永遠有你所想像不到的事情 你看這麼嚴格的規定 甚至我們出去 都不可以有兩個高階主管 坐同一台車 結果你還是無法防止 在86樓開會被一架飛機直接撞到 一下瞬間喪生 你根本連逃生戒會不會 因為直接是撞在8786那邊 所以既然是如此 你的外面真的很可怕 對 既然是如此 那在股市你有什麼方法呢 很簡單 待會我們再談這個 贏家法則的時候 會有一條 叫做留一點錢給別人賺 很奇妙的事情是 如果你每一次都不要去求想要買最低 不要去求想要賣最高 努力只賺中間那一段 中間那一段就好了 很奇怪 你常常六千給別人賺 你的福報就會比較大 往往你就常常會避開意外 然後當你開始聞到 不太對勁風險的時候 你就開始降低 以前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世界操盤冠軍 在美國參加過很多次 那麼比賽都贏的叫做 馬丁舒華茲 如果沒記錯他的翻譯名字的話 應該叫馬丁舒華茲 人家說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所有你去參加比賽 甚至那種全美國的操盤競賽 那多難啊 都可以拿到冠軍 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法則 當然他不會講台語 他說什麼 他說 我總是買得太慢 賣得太早 蛤 對啊 這樣子 因為他不覺得很妙嗎 對 為什麼這樣會致富 記者是想要得到一個 你有什麼特殊的 非常厲害的 對 結果他說 他說起來好像是他的缺點一樣 他說我總是買得太慢 賣得太早 我一聽我真的覺得他太有智慧了 太厲害了 難怪他是冠軍 我跟你講 就是他賺中間這一段 他那個底部的最低點 留給別人去買 最高點留給別人去賣 那個前後的錢都留給別人賺 他只賺中間這個 所以他買得慢一點 他等到確認了才買 突破了才買 所以他買得慢一點 買得比別人慢 但他買是買在起漲點 一買就動 買一個確認點 風險最低 然後聞到不太對勁就賣 所以他常常賣得太早 賣的時候還繼續漲 但OK 因為他賺他能夠掌握的安全的風險 在安全的範圍當中冒最小的風險 所以他竟然可以是這樣的一個常勝軍 他的paypal竟然是如此 供各位參考 好 那麼再來 除了理財金字塔 我們談一下投資金字塔 投資可以投資什麼 商品嘛 股票也是啊 你要投資期貨 你要投資黃金 原油還是喜歡去買外匯 都是各種各樣的標的 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要跟各位聊一下 你可以投資自己跟別人 好 因為其實最大的財富在你自己身上 那如果你可以讓你自己擁有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知識 更多的能力 更好的方法 甚至心法 好 讓自己 我說了嘛 可以有長期穩定的獲利 這是要靠投資你自己來的啊 一部分是要靠投資自己來的 所以要花一些時間給自己 你花了投很多時間在別人身上 你要投一些時間在自己的身上 同時讓自己有一些些獨處的機會 自己跟自己對話跟相處的機會 那我認為你可能會有很特別的收穫 在跟自己獨處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很好的創意 很好的想法 那麼一些很厲害的企業家 不也都在這時候嗎 那個微軟啊 或者是這個Facebook啊 或者是Google啊 他們當初不都是在這個 他們一個很小的角落 自己在獨處的時候想到一些事情嗎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投資別人 人脈在任何行業當中 其實都是一個還蠻重大的財富 那更何況 什麼叫投資別人 我常講 每一個人 從他有名詞開始 他就很像一本書 當然這不是書啊 一樣一個範有夾或一本書 那例如說 毅華他的名 他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范毅華 他的小學同學 可能過了十年說 范毅華我認識他嗎 他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呢 他的小學同學可能忘了 小學畢應該不只十年 就是好十五年都OK啊 他可能忘了這十年當中 每一天范毅華這本書都增加一頁 他已經增加了那麼多頁的書 但你還是說 我知道這本書就是怎樣 你真的知道嗎 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就很草率的說 這個人就是怎樣怎樣 你錯失了再認識他的機會 你可能也錯失了很多 我以前在外資機構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然後吊了蠟當的來 還滑板過來 穿一個那個滑板褲 所有全公司都不太想理他 因為他是ABC 然後自己孤身從美國到台灣來 我就覺得他還 就覺得他有點可憐 然後就是帶他去吃飯 帶他去走走 跟他感情還不錯 各位知道後來他成為 我們那個集團裡面 最年輕的 最年輕的亞洲區總裁 現在的財富我想沒有 沒有20億美金 大概有10億美金吧 他比我厲害多了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人 其實身邊一個吊了蠟當 你完全看不起他的人 你也不知道他未來會如何 他是我見過 非常厲害一個操盤天才 好 我只舉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投資別人就是 你永遠要這個 對每一個人持有一些尊重 當然還有好奇 那你可以也許在你身邊的人當中 就找到你的貴人 貴人也許在你的身邊 可是沒有發現 好 這是在投資金字塔上面 來談談機會跟風險 機會有知識人脈 不要忘了挫折也是機會很妙 環境景氣時代 而最大的機會是變動 唯有變動才會產生最大的機會 沒有變動機會平平穩穩的 沒有什麼太大機會 不是嗎 風險有信用風險 有一點價格風險流動風險 有我們所說的政經風險 匯率風險通膨風險 當然我剛才說了 最大的風險是意外 好 所以我們除了透過保險的方式 你還可以透過很多在心法上 在你自己的心態上 或你操作的態度跟策略上 去避開很多意外 所以下禮拜一開始 我們會正式進入 所謂的金融市場的操作刑法 我們很快讓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些刑法 好 我們會一條一條跟各位談 好 希望在下禮拜一 那麼我們最後一次上這個 能量新思維節目 能夠給各位一些 最後完整的贏家心情 好 所以下禮拜一 我們繼續把剩下的給談完 不過今天最新消息呢 是外資 外資由賣轉買了 最後買超44.7億 提供給您來做個掌握 今天能量新思維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一 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 果然 今天 我們下禮拜二 還有錨 我的打鈴 下禮拜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